下一位是吉林的余先生 余先生请讲 谭毛泽东的这一位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反面红旗和阶级斗争 以及特别是这个文革 这里边的话 你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话 你毛泽东确实是你 因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 他是确实是你要服这个责任的 但是的话你凭他的功于过 自从这个邓小平这个拨乱反正以后啊 虽然说是你没把毛泽东直接的话 那么像福大林那样的那么公开化 但是我认为的话 你毛泽东思想和这个 这个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 在当今的这个腐败啊 这个盛行啊 我想这个为人民服务 这个毛泽东倡导的 这个你更具有现实的这个指导意义 他和老一代人家创立的这个政党 领导的这个国家 有什么评价呢 他提到的是目前的关于经济危机中间 去前一段的经济危机中间 中国起了一种正面的作用 起了一种中有几种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是起了某种当时是有稳定的作用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作用正是否定了毛泽东的 祸国殃民的政策 是邓小平先生从1978年以来的 当以邓小平为主导的胡耀邦 张紫阳为主要的执行者的 这个后来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改革开放的政策的一个中心点 就是否定毛泽东的 以阶级度中为纲 否定毛泽东的那一系列的 祸国殃民的政策 流转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方向 国家的方向 来导致的中国的经济上 开始逐渐的起飞 进入纳入了世界的 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特别是加入了WTO 就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这样取得的 就是说纳入文明主流 纳入世界文明主流以后 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这个成绩我们客观认定 它是不可抹杀的 这个不可抹杀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间 确实也起了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稳定的作用 恰恰是反对了 改正了 立反了毛泽东的 基本的国家政策以后 祸国殃民的政策以后 取得的 这是正式 反衬出了毛泽东 这种政策的一些 基本的荒谬 因为大家知道到文革结束的时候 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承认 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个时候的经济 不用说是稳定世界的经济了 就是说自己中国人自己连吃饱饭都还成问题 谢谢陈根多博士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在接电话之前 我给您和听众 观众 我们接着念一个电子邮件 这位网友是这样写的 他说毛泽东造福了中共 祸害了中国 毛泽东以反独裁 要民主的旗号 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 而夺权后 却比蒋介石更独裁专制 时至近日 中国人均产值仍然只有西方国家的十分之一 相对差距和一百年前清朝时一样 当初所反对的贪污腐败 官僚资本 阶级剥削等问题 比国民党更严重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像美国华盛顿那样 为捍卫民主制度 而愿意放弃个人权利的领袖 这位网友他也提到这句话 就是说 当初所反对的贪污腐败 官僚资本 阶级剥削等问题 比国民党更严重 那么这个接下来呢 我接着他这个网友的写的这句话 我想可能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 陈博士 这也就是说 跟那个刚才河北韩先生呢 他发表的看法有关 就是早年呢 这个毛泽东呢 还是有功的 建国之后呢 是犯了错误 那么所谓早年就指的是 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 那段时间 那么他这个 共产党的提出的是 反对这个官僚资本 阶级剥削等等啊 那么这个 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现状 跟 或者我们做一种假设 如果没有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话 国民党当时的腐败 现在 会比共产党的腐败更严重呢 还是会好一些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国民党当时是有腐败 甚至相当严重的腐败 但是比共产党这种目前的 几乎是绝大多数官员 都涉入进去的是制度性的腐败 这个比较起来 我想当然是小无见大无了 这个是国民党当年的腐败 比现在的这个普遍性的制度性的 中共的腐败 那也差得太远了 那是无法可比的 因为现在的腐败已经是 不光是影响了中国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侵蚀到了全世界 其他国家的一些 与中国有经济上来往的国家等等 所以说我想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不过就是说 谈到毛泽东当年 批评国民党 推翻国民党政权 有没有去合理性 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说国民党当然 他政权他有很多错误 包括很大的腐败 是必须要进行揭露批判等等的 但是如果是在一种比较 你一个武装集团 一种武装暴力的方式来 你推翻一个合法政权的话 这个中间 你这个逻辑就不能回到自己身上来 正如像别人 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者 包括一些网友说的 你现在中共建立了90周年了 现在在庆祝所谓建党伟业 所以我们歌颂建党伟业 但是却不准在中国建党 就是说在现今的中国 你根本就无法像当年建立共产党一样 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了 来来批判现今所处的社会 就根本不可能了 说明你现在的压制 比当年的压制还严重的多 我们大家说要唱革命红歌 唱红歌唱革命歌曲 但是就歌颂革命歌曲 却不准歌颂革命 就是现在的所谓末尔花革命 各种各样的革命 现在北京政权 大家知道是用强力的 非常恐怖的手段的压制的 因此说这两点说明 中共它这个行为逻辑是 如果你说你当年的行为是正当的 用武装暴力的方式来推翻一个合法政权 这个行为是正当的 那么现今的人们 对现在的更严重的腐败 更严重的贪污腐化 和更严重的政治压迫 那么也有权利进行暴力反抗 或者是进行各种反抗 但是显然不光是暴力反抗了 就是一般性的批评和反对批判 都要受到非常严重的镇压 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出 中共它那种逻辑不能自圆 其实说它既歌颂自己 推翻一个合法政权的暴力行动 但是同时又不许社会上有任何的对自己社会的自己 国家政权下的诸种严重的压迫腐败和腐烂 做任何的批判 更不用说武器的批判了 所以这两者是非常荒谬的 好 我们这个再继续接电话 然后回过头来呢 我想请您谈一下这个乌有之乡那个公诉团啊 在上海遭到殴打的事情 好 下一位是湖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王先生好 毛泽东现在就唱红好像也是 就是听到一阵一阵 现在也没有 大陆上也没有形成一个那个很很好的一个那个 就是说当时提出的这个这个活动运动的这个薄熙来 这个东西没有受到预想的效果 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个报纸上面就是我们湖北省这边 有一个16.4万余人说党纪政绩处分 他也在讲他腐败的成果 反腐败的成果 167万名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财产等等 毛泽东的影响利益呢 实际上现在已经严重的血液 他只是作为一个核心呢 就是现在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核心 不能把毛泽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受到挑战 谈干这一部分 这一块呢目前是占有上风 那么就是说薄熙来 包括习近平呢 那是太子党 那么是曾庆红在里边做了一个讲价的条件的 能流作证的 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 为了他们共同利益 他们还是对外是一致的 毛泽东的影响力要谈 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就是他们不得不承认 而且唯一不敢挑战的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那么中共现在也公开讲了他们比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更有智慧 特别是谈自定对美中的那些外交关系 那个贸易关系那些政策的时候呢 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 他们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他们觉得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不如他们 那么他们同时谈到韩战的时候呢 就是包括现在他们的一些强硬的态度 那些敌视的态度 最近在南海上面的纠纷也说 我们不会顾忌美国在南海的插手 这个意思带有威胁和挑衅的语言 一个表述 那么就是他们认为在那时候 极端不对等的一种条件下 实际上是中国打败的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最强大的美国 那么就是他们唯一感到自豪的 唯一不敢挑战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 谢谢嘉宾 谢谢湖北王先生发表的看法 我们下面请湖南的王先生参加讨论 王先生你好 喂 你好 好 王先生好 请讲 我想想到一点 毛泽东他应该也有错 也有评议 错就是66年搞洪华大学历 邓小平也有错 也有评议 今天就是改革开放 错了就错了讲一句话 不论白猫 黑猫说的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来说的就是这样的 你有英语就吃得多 你有国人 国人越做大 就越吃得多 你做个普通老百姓就越吃得小 那你就说 落油 那么一直到江泽民和胡锦涛 这么样的说的 拜下 拜国下岗 是吧 国业经营下岗 然后把毛泽东的国业经营一世败官 败官 败官的国业经营去拜天 拜祖 拜江城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整个这句话来说 不管是江泽民也好 许景营也好 以民惜天下 以民最天下 整个人来说为人民服务就是好败 如果是参观的话 也讲不得多久的 谢谢你啊 好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发表的看法 我们又有一个电子邮件 我给您念一下 这位网友写 写道 说以平常人的心态来看 第一 毛泽东对不起孩子 不是一个好父亲 第二 毛泽东在阳开会 因其坐牢时 却在井冈山和贺子珍同居了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第三 毛泽东打倒 迫害死了好多多名老战友 他不是一个好朋友 所以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彻底的混蛋 好 我们再接一两位朋友的电话 云南的庄先生 请讲 庄先生 请讲 你好 好 请讲 喂 我想讲 我不是不得文化了嘛 我是手里三号微信 用电视看 现在我都看了你们画面 我在电视面前 毛泽东是个大坏蛋 我家老弟的是对他整死的 我家愿意对他整死的 我的外公是整个是杀的 我对毛泽东也好感 我对毛泽东也好感 陈坤德博士 最近一两天有消息 有一些人乌有之乡 他们组织的毛一世公诉团 毛一世的这么一个公诉团 在上海被他们自己 就是说被遭到警察的殴打 那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呢 一方面是警察殴打了这个 崇拜毛泽东的人可以说 那么另一方面 这个当局又今天阻拦 我们请到的嘉宾毛一世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来评价毛泽东 毛一世先生当然是批评毛泽东的了 所以说就这个两方面 官方采取的这些做法 你怎么去解读呢 显然官方的意思 还是想把毛泽东这个事情 再次把它捂起来 把它掩盖起来 不让公众来进行公开的评判和讨论 这个是实际上这样一种做法 当然它是为了目前 所谓中共的所谓稳定 因为它现在要正在政权的转换阶段 它认为现在各方面的 国内国外的情况似乎不好 因此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个 人们的口捐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短见的 毛泽东大家知道 在邓小平刚刚当政的时候 也是曾经有过一段 对毛泽东时代的大检讨 1978年后期内部有一个批毛运动 大家对毛泽东的罪行也揭露了很多很多 包括务序会议等等 但是邓小平最后出来说话了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们暂时只能到这里为止 毛泽东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可能是说得非常的全 非常彻底清楚 必须等20年来 等我们的后人20年以后 再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现在不可能是真正的客观的评价 他是说了个实时求是的话 但是现在20多年都过去了 中共仍然是把这个事情把它捂起来 也就是像刚刚说的 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评价 实际上无有之相的那些人 那些朋友或者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左翼分子 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 如果他们真实的是这样想法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发表 他们的言论的权利 他们有他们对毛泽东要进行 所谓的送羊批去吹捧的权利 问题是我们大家都要有这种权利 要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来回顾那段历史时期 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公共人物 他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 但是过去这一点 煮了历史的夹生犯 我称为煮了夹生犯 也就是说把毛泽东刚刚 把他的时代揭了一点点 马上就把它封存起来 就像个龙窗 然后就把外面层层的用塑料布 把它包裹起来 不让大家内部去看这个东西 不让做手术把它挖掉 因此这个一直这些点呢 就反反复复的 有从毛泽东又在腐败 毛泽东那个龙窗 在继续化龙 在影响到中国人 走向世界文明体 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影响了中国大家的 共同的 就是有一个更加的 开明的文明的生存方式 这一点和当年 所谓的把那个盖子污起来 把毛泽东这个龙窗污起来 有相当大的关系 也就是政治上 只会煮了家政饭 使得将来还得重新回过头来 如果现在再次污起来 将来还得回过头来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 必定绕不过去 必定要有公开的 全民的大讨论 大揭露 大批评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 历史才能往前走 否则的话 毛泽东至今 仍然是在中国政治中间的 一个现实性的因素 他仍然会搅动 中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力量 成为官方很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所谓的动乱的因素 因此我想他们现在这样一种 非常的没有任何政治远见的 只是为了图自己 目前统治的这一段时间的 一种所谓的稳定 而埋下了 为将来历史埋下了定时炸弹 好 我们再接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请他们简单额样的发表他们的看法 或者是向陈博士提出问题 下一位是四川的韩先生 韩先生请讲 韩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 下一位上海的熊先生 熊先生 熊先生可能不在线上了 我们再接下一位 山东的孙先生 好 孙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陈卫德先生 你好 陈卫德先生 我觉得他谈得非常有道理 分析得非常到位 毛泽东 对的确实是中国人民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要不过去的 一个世界 他们为了稳定 暂时地把这个问题捂起来 盖起来 丝毫对他们的重选 没什么好处 那么毛泽东的罪过吧 像我们这一代人 过来的人吧 都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 如果说毛泽东没有罪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上也 也无罪可言了 那么何必一个 韩先生 他谈到了 就是毛泽东犯了错误 我因为这个 很多的这个国内的 一些老人 特别一些老人吧 他把毛泽东犯了 是罪 罪行 都说什么错误 我对这个观点 是持有意义的 有人说 毛泽东这个建国有功 治国有过 那么他这个建国的功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建国有功的话 那么秦之皇建国有没有功 那么朱元璋建国有没有功 刘邦建国有没有功 所以这个这个概念 非常的错误 包括那个 何必那个 韩先生 那个老人说的那个 毛泽东说犯了 很多很多的错误 他犯的说 并不是错误 是罪恶 可以说是 穷主难输的罪恶 他怎么能把他 把毛泽东犯的犯的罪行 怎么能说成错误呢 因为他犯了这么 这么严重的这个罪行 所以共产党才 才把它武器地盖下来 所以说那个 像这个毛泽东先生 本来应该是做客 做客这个美国之音 那么也不让他来 这很多说明问题了 就说明 如果说把毛泽东拿出了 公开的批判 那么共产党的路 只有一条 那就垮台 好 谢谢 谢谢山东孙先生 我们再请另外一位孙先生 河南的孙先生 参加讨论 孙先生你好 孙先生你好 你好 孙先生请讲 你好 我同意三中的孙先生的意见 应该好好讨论 讨论毛泽东的问题 要不这思想让意识可混乱 河南的孙先生 好多知识分子喜欢 听一般电视声音 放一个关销 或者收音机 声音关销 呼音很大 好 行行行 现在好多工人 农民 喜欢毛泽东 这个知识分子的 基本上拥护 邓小平 应该美国之音 好好多讨论 好 谢谢 谢谢河南孙先生的建议 陈归得不是 刚才我想有一句话 有一个听众提到 说建国有功 他说治国有过 这是错的 建国 是不是我想今天一句话 评论一下 治国是错的 建国本身是不是也就是 等于是错了 建国当然是 现在看来是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历史的 大倒退 就是实际上是中国 从新汉以来 甚至更早的 户序变法以来的 融入世界文明的努力 对这个努力的一个 大的倒退 一个断裂 一个反动 如果是说 因此它是一个 就是中国这段历史 是一种 一个中国现代 融入世界历史的一个插曲 好 陈也陈归杜博士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你 才发表你的 深刻的分析 好 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 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 网上杂志 纵览中国主编 普林斯顿大学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归杜博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观众的 积极的收听收看 和积极参与 明天我们来关注 南中共海主权争端 以及中国发展海军的动态 欢迎您到时候收听收看 并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是江天 再会